今天是火得新军的圣诞 花蓮市一宵分队特别恭请火得新军神尊 展开全市绕境祈福活动 花蓮市公所特别摆设香岸迎接 而市长魏佳燕也向火得新军祈求 庇佑花蓮市无灾无难设计平安 花蓮市一宵分队常年供奉火得新军 每到新军圣诞这一天会展开绕境祈福活动 对火得新军然后原本是在我们三民街的花蓮市小防队 那我们现在移到国风那边国风街那边 对那是我们的花蓮市一宵火得新军供奉在那边这样子 对常住在花蓮分队 那今天为什么特别出来这儿 今天是我们火得新军的圣诞千秋 所以我们恭请火得新军出来花蓮市绕境祈求新军能够保育我们花蓮境 县内都能够闔家平安 不再受到其他的风雨以及火的降临这样子 祈求全市的平安这样子 花蓮市公所今年特别摆设香岸公营 由市长魏佳燕和世代会主席李政伟 上香祈求新军保佑花蓮市无灾无难 在每一年后那我想火得新军都会来到花蓮市公所这边 那我们这边也准备了我们祭坛 来向火得新军来祈求 希望花蓮无灾无难 尤其是接连上个月的两个一个大伙 也希望能够有拜有保佑 那也希望说花蓮无灾无难 最后也要感谢我们所有消防队的一个弟兄 不管是地震的抢灾还是我们火灾 那甚至于这次的风灾 真的感谢大家的一个协助 那最后也希望我们无灾无难 花蓮市益销分队火神新军圣诞绕祭祝活动 从花蓮市益销分队出发 陆续前往辖内各个分队来停住 沿途绕进花蓮市和美伦地区 希望可以保佑地方平安 借了一会幻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